怎么放下 要晓得 你不要去用它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用眼镜 我用耳听 我都用 严格闭嘶声全用上了 但是什么 不执着 不执着就是不用 第七识 摩纳识是执着 我不用它 第六意识的分别 我不分别就不用第六识 向中转圣成智 六旗音上转 就是修音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下这个功夫 所以 真修行 真放下 就是六根戒出六成经济 对分别执着 是越淡越好 那我们先从什么 先从淡薄 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淡薄 一月比一月淡薄 那你就很有进步了 真正能够到一个月比一个月淡 我们往生就有把握 如果不肯放下 那就没法子了 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那古人所说的 你喊破喉咙也枉然 为什么呢 没放下 口念 弥陀 心善 分别执着的习气 还在 没减少 这个不行了 所以 佛教给我们教的好 你看 佛教后世的这个学生 必须遵守两种事情 这释迦摩尼佛灭度的时候讲的 第一个吃戒 第二个吃苦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这都得放下 你不放下 你就不能吃戒 不放下 你就不能吃苦 这粮状事情 好事啊 帮助你成就道业 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 那你要是不愿意吃戒 吃戒受拘束 不自由了 不自在了 不愿意吃苦 那就换句话说 你还愿意继续搞六道轮回 不就是这样事情吗 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 那我就老老实实吃戒 真正学吃苦 生活越简单越好 这个事情重要啊 我需要你更多的事啊 别忘了 我需要你更多的事啊 我需要你更多的事啊